刘鸾雄 香港超级富商 还有着一个女星狙击手的称号 关芝林 李嘉兴 蔡绍芬等知名女星都曾和她纠缠不清 能走到那个地步 足以看出刘鸾雄的权势 不过当年刘鸾雄却无意得罪了黑帮的人 最后还是忍痛让关芝林带着两千万陪着喝酒才成功败平 当年 刘鸾雄到底得罪了谁 事情的细节又是如何 与很多富商一样 刘鸾雄也有着略微贫困的童年 十岁前都睡在地板上 在加拿大留学期间 刘鸾雄结识了自己的发妻薄勇情 并在妻子的人脉与资金帮助下做起了风扇制造业务 刘鸾雄也真的很有经商头脑 将公司经营得有条有理 在27、8岁就赚取了人生的第一个亿 1985年 赚得盆满钵满的她开始涉足股市 凭着一系列操作大赚一笔 也成功在香港富豪圈打响了名声 在这之后 刘鸾雄也开始了自己的女星聚集之路 拿下了当年获得香港小姐冠军的李嘉欣 还有传闻称 刘鸾雄当年为了博取李嘉欣的欢心 为她爬楼送馄饨 之后又与蔡少芬 关之玲等女星交往密切 经常给关之玲送豪车豪展 两人当时的恋爱消息也是传得满天飞 在享受着爱情的同时 刘鸾雄并未耽误事业 在进军房地产行业的道路中发展得十分顺畅 还买下了香港九龙的一块地皮 打算在此新建楼盘 若是项目成功实施 必将赚得不少的 但在关键时期 却有一群声称 这是自己地盘的人站了出来 阻止刘鸾雄开工 彼时的刘鸾雄并不知道 他们就是三大帮派中的14K 坚持让工人施工 此举也彻底得罪了14K的胡须勇 胡须勇带着一批人前往工地 二话不说将工头打了一顿 还将现场施工的设施全砸烂了 眼看局面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刘鸾雄也慌了 只能打电话给有着少许交集的红汉翼 想请与胡须勇同在14K的红汉翼 帮自己解决这一纷争 请人帮忙自是要诚意十足 刘鸾雄答应 若是帮他解决这次的麻烦 两千万马上给他送去 虽然胡须勇和红汉翼都是14K 但大佬们都是各自为政 红汉翼想要摆平胡须勇也不是难事 面对刘鸾雄的求助 红汉翼欣然答应了 不过红汉翼还提了一个要求 则是刘鸾雄要带着关之灵前来 让他好好认识认识关之灵 关之灵的美貌在娱乐圈是公认的 这也是为何刚出现在荧幕前 关之灵就收获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一度是不少少男心中的梦中情人 红汉翼自然也是对关之灵十分仰慕 借着刘鸾雄的关系 想认识认识关之灵 虽然知晓红汉翼此举或许并不简单 但刘鸾雄别无选择 若是这个项目无法成功进行 他或将面临天价的赔偿和损失 对自己公司肯定也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对于关之灵 刘鸾雄肯定是喜爱的 但在金钱面前 刘鸾雄还是选择让关之灵委屈一下 在事情成功被摆平后 刘鸾雄带着关之灵和2000万 去到红汉翼的地盘登门道谢 与红汉翼在包厢内把酒言欢 据当时红汉翼的小弟说 刘鸾雄在喝过几杯后就借口离开了 告诉关之灵替他好好感谢一下红汉翼 陪他喝了这顿酒 至于当晚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 这也只有他们本人自己知道 虽然这一事件是秘密进行的 但也有不少小弟看见 在不久后也流传了出来 在网络中闹得沸沸扬扬 关之灵的名声也一度受到很大的影响 遭受了众多的非议 直到现在 这一事件依旧在网络上流传着 也被不少人添油加醋 关之灵也一直没有摆脱曾经的黑料 不得不说 关之灵也是比较惨了 李嘉兴、蔡少芬等人与刘鸾雄交往 都是受到疼爱 得到不少的好处 关之灵却是得到一个个黑料 一度名声狼藉 在当时那个年代 嫁入豪门是众多女星的追求 这也为何一个个女星都与富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真正得到善终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尽管关之灵付出众多 依旧没能成功博得刘鸾雄的欢心 两人总走向分道扬镳 在那之后 关之灵也谈过不少恋爱 但也都没能走到最后 如今的她已经59岁 依旧孤身一人 再也不相信爱情 而刘鸾雄倒是不错 在2019年将陪伴自己多年的甘比扶正 还声称甘比是自己最后一个女人 接下来说 刘鸾雄为何要抛弃吕丽力军 你看看吕丽力军做了什么 如果是你也会受不了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通 吕丽力军要颜值有颜值 要身材有身材 关键学历高又有气质 这比出身不好形象也不好的甘比可强多了 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国网学院 是博士学位 但是甘比只是个娱乐记者 可以说两人身份相差很多 可是最后 甘比却稳稳地赢过了对方 就算被外界称呼准刘夫人多年 可是甘比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挤走对方 成为唯一合法刘太太 看到这里难免要说一句 大刘她傻吗 她可比你我都聪明太多 试想 要不是当年吕丽力军暴露那点小聪明 估计就不会有甘比上位一说 要知道当年吕丽力军凭借高学历和高涵养 一连打败像李嘉兴蔡少芬这样的港姐美人 当时吕丽力军也参加过港姐竞选 但是落选了 那时候她被爆料已经怀有三个月身孕 之后就是刘鸾雄背后女人的身份出现 和大刘谈恋爱的女人不少 可是怀上她孩子的却只有吕丽力军一个 可见大刘对她确实很宠爱 生下一儿一女后 吕丽力军的刘太太位置好像更稳了 两人同居多年 吕丽力军还搬到了大刘的豪宅 在外人看来 她早已是准刘夫人了 可以说在业务能力以及涵养上 吕丽力军是她历届女友中最出众的 就算甘比此时出现也未必是她的对手 可是吕丽力军有个死穴 那就是太贪钱 这方面甘比就表现得比她聪明很多 比如刘鸾雄想考验一下吕丽力军 二人一起去吃饭 吃完饭后 大刘谎称自己没带钱 吕丽力军很不情愿地付了账 按说这很正常吧 虽说不是夫妻 可已经住在一起 而且有两个孩子了 再说大刘只是没带钱 又不是吃不起 自己付一次也没啥损失 但是吕丽力军不这么想啊 她不情愿地付账完后 就要求刘鸾雄回到家 必须得把饭钱给自己 而且不放心 还让对方写欠条 刘鸾雄还有一次 特意装成没钱做生意 她让吕丽力军拿5000万美元借给自己 结果吕丽力军非常不爽快 还让刘鸾雄必须写下欠条 经过这些考验后 刘鸾雄发现吕丽力军不是一般的贪财 就算是这样的关系 她都不放心 要知道 自己平时花在她身上的钱 那是不计其数 而这就是吕丽力军的死穴 太贪钱 以至于搞不清事情的关键 这让大刘很失望 但是另一边的甘比就不这样 虽然她没钱 但是她并不像吕丽力军那么贪钱 甘比的出现 反倒是像个纯情小姑娘一样 陪伴大刘只是为了爱情 并不是钱 再加上甘比时大体 最后 大刘干脆放弃准夫人 选择娶了甘比 所以 要说吕丽力军 哪点上败给了甘比 不是年轻 也不是美貌能力 而是贪钱哪 当然 要是爱钱 谁不爱 对于大刘那么多身家 她真不心动吗 但是甘比比吕丽力军聪明 在小事小钱上 她从不在乎 所以稳坐刘夫人位置 可是结婚几年后 甘比的真实目的 好像才暴露出来 因为是正宫的身份 分配遗产的时候 大刘自然会分她最多 另外 大刘的继承人 原本是原配的儿子刘明伟的 可是甘比利用公司董事 处处排挤她 比如孤立主席 偷偷召开董事会 这让刘明伟感觉很有压力 所以干脆变卖手中的股份给甘比 自己彻底出走 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 甘比是不爱钱 她不爱大刘的小钱 因为她的目的是吞并 大刘的整个商业帝国 只是前面隐藏太深 如今 就算真目的暴露 也没人管得住 大刘今年71岁了 可是甘比才43岁 正值壮年的时候 如果大刘再走得早点 那40多的甘比会否找个小鲜肉 如果真是这样 大刘奔波一辈子图个啥 对此你怎么看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